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老挝的首都万象 今天这个话题呢,源于几天前在机场的一个经历 在取机票的时候,看到一位男士送他老挝的丈母娘到机场 因为丈母娘不会中文,也不知道怎么登机 他就麻烦站在我前面的一位男士 能带着他的丈母娘登机 在期间呢,我就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 故事大约就是说,这个男士觉得在中国找老婆太难了 于是呢,就到老挝两个月,然后娶了个媳妇 好像是回来没多久,目前他们语言不通 这位男士应该是没有学老挝语的意思 但要求自己老婆必须会中文 虽然之前我也听说过很多中国大龄单身男青年 来老挝找老婆的事情 但这确实是第一次见到真人版 这件事也引发了我很多思考 其中有一个疑问就是 老挝的女生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到老挝首都万象的商场来逛一逛 问问老挝当地女孩的婚恋观 以及他们对这种事情的看法 你理想中的男朋友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位男女人都做自我淡身的 这位男人都做自我淡身的 所以我淡身的优秀 都一般是188人 然后 我就是 9人 务力 我ad Position 我的好感觉 我记得你的感觉 腉感 我才太美 如果有婚禮或婚房有婚禮或婚房之类的东西吗 这些问题是必须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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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要给多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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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男朋友的时候会看中他的经济条件吗 没有 hice 没有 不 没有 贡猎 没有 没有 贡猎 没有 对他公司有要求吗 没有 没 不 我同 â 他性格好对你也好 但是可能没那么有钱 你觉得他不贵 不用 你是上 多少 你觉得你会接受跨国婚姻吗 中国 美国 韩国 日本的男生 如果他们条件相同情况下 你会愿意和哪个男生结婚呢 没问题 问我 我没问题 他喝喝饭就会跳 你不会不太喝 我不太喝 女人都不太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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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打瓦了 呃 哈哈哈哈 你不太喝了啊 1个星期 对 1个星期 不厉害 但是啊 我还不太喝 但是他不太喝了 有粉丝 你和你男朋友如何认识的呀 有一个天 我觉得中国男生跟老挝男生有什么差异啊 呃 不错 我真的有粉丝 很惊讶 就不累了 跟外国人谈恋爱 会有文化差异吗 我们的恋爱中 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吗 在这方面 我会认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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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听说过现在有很多中国男生 来老挝这边找老挝的女孩结婚这件事吗 对 对的英语 现在开始转发了 因为你会认识的关键 我会认识的关键 我会认识的关键 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我认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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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关键 是关键 但是我们关键 大家一般看待这个现象都是这种态度吗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比较年轻的 但它更不贏 你会觉得中文男生比老婆男生有钱吗 有钱吗 我认为不太能吃饭 不太能吃饭 不太能吃饭 这些人会看到 看见有很多人的生活 不太能吃饭 不太能吃饭 看到很多人 我认为他们有很多人 我认为有很多人 但是有很多人 我认为他们有很多人 这些东西会比较大 他们可能会有很多人 我认为他们有钱 我的家人已经被人家 我的家人被人家闭上了 我认为我的家人和家人 他们回答的跟你预料的是一致的吗 对的一致的 因为我发现老婆老人回答差不多都一样 就是看待那个男生会性格好 然后如果他们的经济挑战好也可以 但是如果不好 那个女生也可以陪他一起走上去 你会认为中国的女生更适离吗 你会这么认为吗 因为我曾经在中国那边跟中国女生韩国 他们比较怎么说 比较 就是他们提的比较多 然后提的要求比较多 对 什么方面的要求 比如你的要有设吗 他有土地怎么样这样的 但是老挝这边的女生一般 一般 一般没有 一般没有 如果他想有的话他也是找中国男生 老挝这边找中国男生的多不多啊 可能这几年我觉得会越来越多吧 会越来越多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你怎么认为这个事情 如果他们故乡真爱的我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解放或者一方是随时来变的 这个不太好 比如说中国男生可能在中国没有找到老婆 然后来这边就花钱 然后找了老婆老婆 你对如果假如说这样的话 你怎么看他们这种关系或者婚姻 他在中国那边找不到女朋友或者老婆 但是在在这边能找到我的人 他应该 他应该有钱 他应该有钱 如果你没有钱 你根本找不到他老婆的女朋友 如果中国人过来找老我老婆需要多少钱你知道吗 你得要有差不多5万人的女币吧 因为你得要给他买房买车 或者他的家人或者幸福一些 他们的回答和你预想的一样吗 通过这个视频你有对老婆女生多了哪些了解呢 视频的结尾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外向的一些经历 除了机场看到了那位男生之外 我在这边经常会看到一些中国中年男性 与本地年轻女性的组合 从他们的气质和言谈句子上来看 应该不是夫妻 至于是什么关系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记得中国人改革开放的时候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那时候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男性来中国就很容易找到女朋友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呢 这种现象基本上已经是消亡了 现在几乎没有中国女孩会以这个人来自哪个国家来判定她的经济条件 所以中国单身汉来老窝找老婆这件事 背后要思考东西其实是挺复杂的 除了我国适婚年龄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现实问题之外呢 还有关于人性和女性地位的一些反思 我自己也想了很多啊 但是这里不想过多的表达我自己观点 还是希望留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我是小语同学 最后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分享 我们下期见哦拜拜